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一日之际在于晨 每日的第一餐非常重要 但是方方有人总是忽略它 认为早餐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事实并非如此 早餐吃得好 午餐要吃饱 晚餐吃得少 BMI指数才会优异 有效防止肥胖 否则造成胃炎 胆结食等一系列问题 更可怕的是 早餐会影响寿命 德国 爱朗根大学研究表明 不注重吃早餐的人 寿命甚至平均缩短2.5岁 24岁的小鹏 大学毕业之后 就在一家企业上班 由于工作比较繁忙 每次吃早餐都随便应付 有时候还啥也不吃 长期下来 小鹏的体重急剧飙升 1米6的个子 体重高达80千克 前段时间 公司组织职工体检 小鹏更是检查出高脂血症 很多人总以为 吃不吃早餐真的无关紧要 因而 许多每天忙碌的现代人 都不喜欢吃早餐 然而 这忽略了一天中最重要的饮食 并导致患肥胖症 二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其实 早餐就像一个闹钟 标志着一天的开始 理想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一日三餐 并且有一个均衡的膳食 虽然很难坚持下去 但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从早餐开始 如果你还有随便吃早餐的坏习惯 请赶紧改掉 1 最伤身的早餐 将以下食物当作一顿早餐 一是不健康 二是营养太单一 对身体的吸收没有多大好处 一 零食 影响肠胃消化 部分年轻人喜欢把饼干 及食面等零食做早餐 殊不知这样更伤身 早晨时 人正处于脱水状态 而零食是干性食物 会影响肠胃的消化 吸收 即食饼干 能在短时间内 为人体提供能量 但饥饿感来得更快 血糖会明显下降 即食面是一种脂肪含料较高的食物 常吃会引起肠胃问题 二 剩饭剩菜 小心压硝酸 五种最差早餐 吃一顿或一天 经常吃或被癌细胞盯上 偏偏有人吃上了瘾 用剩饭剩菜 加工重做的早餐看似丰富 然而 它们在隔夜后 可能产生亚硝酸 一种致癌物质 吃进去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因此 隔夜的肚脂品 绿叶青菜 鱼 糖心蛋等 最好不要用来做早餐 尤其是在夏天 吸细菌污染 或亚硝酸盐含量增高 三 油炸食物 容易发胖 面粉类食物在油炸过程中会吸很多油 如炸鸡翅 油条 葱油饼 春卷 手抓饼等食物 都藏着很多油脂 不建议天天吃 长期吃这样的早餐 单肾代谢压力会加大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高 而且容易增胖 四 水果 能量供给低 不少女性朋友为了减肥 就把水果当成早餐 这样的早餐 既缺乏 供给大脑能量的糖原 主食 等碳水化合物 又缺乏 能使人保持旺盛精力的蛋白质 长期下去 会引起多种营养素的缺乏 所以 早餐仅仅吃水果是远不够的 白粥加咸菜 造成营养不足 白粥是很多人的早餐选择之一 喝白粥确实比零食 油炸食物当早餐更健康 不过 白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了 没有办法满足身体各营养素的需求 在白粥中 除了水 几乎全是碳水化合物 缺乏蛋白质 B组维生素 矿物质等 此外 咸菜是腌制食品 吃多了 对身体无益 二 怎样才算是营养早餐 一顿营养的早餐最细会的就是口味单一 每周的早餐变换着搭配 不仅令人食欲大增 还满足了身体各营养需求 如优质蛋白 膳食纤维 维生素 淀粉 等营养素 德国 吕贝克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 Richter 指出 早餐要营养均衡的社区 而晚餐应尽量保持气氛饱 这样才能有效预防肥胖 高血糖 那我们的早餐该怎样搭配 才能达到营养的标准呢 根据膳食指南的要求 早餐的热量应占一天总能量的30%左右 蛋白质 肥生素 及矿物质等 应该达到推荐的每日膳食营养素供给量的25% 大家不妨试试将食物分为四类 即骨类 肉 蛋类 奶 豆类 以及蔬果类 总结成功式就是 营养早餐等于骨类加肉蛋类 加奶豆类加蔬果 营养早餐评判的标准大致如下 一 包含以上四类 属于营养丰富 二 包含三类 属于质量较好 三 包含其中两类 则为及格 四 只有一种 则早餐质量较差 一般来说 制作 加工简单 以及 添加调味品最少的早餐 反而最健康营养 三 推荐的早餐搭配 想改善早餐质量 又不知道怎样搭配着吃的朋友 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早餐搭配 为身体开启健康的第一餐吧 周一 鸡蛋加牛奶加玉米 鸡蛋配奶 约含13克的蛋白质 可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而玉米蒸的维生素 叶黄素 每含量较多 能促进肠胃蠕动 补充能量 这三类食物搭配 能互补不足的营养素 属于质量较好的早餐类型 学生 工作足 适合吃 周二 菜肉包 加酸奶 加鸡蛋 酸奶含丰富的乳酸菌 可调节肠道 此外 搭配一个菜肉包 和一只鸡蛋 这类早餐种类丰富且均衡 周三 燕麦粥 加全麦面包 加杏仁 一方面 燕麦的蛋白质含量高 它还含有β不具糖 能帮助降血糖 降低胆固醇 另一方面 全麦面包能带来饱腹感 杏仁对身体溢出大 研究发现 用杏仁来代替膳食中的 其他含脂肪食物 可降低心脏病的危险 建议减肥 三高 便秘人群 可以试试这样吃 周四 南瓜粥 加烧麦 加紫薯 南瓜有丰富的果胶 胡萝卜素 用它来煮粥 能起到养胃的作用 加汁 紫薯帮助 润肠通便 烧麦 含肉类 能增加饱腹感 和肉食蛋白 这份早餐搭配是常为较差者的福音 周五 鸡蛋卷饼加玉米 加圣女果 鸡蛋除了蒸着吃 用来做卷饼也增色不少 一勾起食欲 玉米和圣女果就不多说了 它们所含的维生素充足 特别是圣女果 细维生素含量 比普通番茄高1.7倍 周六 豆奶加全麦吐司加橙子 大豆中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能稳定血压 降低胆固醇 其钙的吸收率高 对于部分乳糖不耐受者来说 可用豆奶代替牛奶 另外 每天吃两个橙子 就能满足人体 对维生素C的需求了 周日 低脂酸奶加杏仁 这份早餐很适合想减肥的朋友 低脂酸奶与杏仁的组合 能达到双倍的减肥效果 降低脂肪的摄入量的同时 又增加明显的饱腹感 帮助控制体重 今天糖尿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五种早餐越吃越要命 很多人天天都在吃 专家建议赶紧停下 经过一晚上的消化 胃力空空如也 这个时候 没什么比吃上一顿美味的早餐 更幸福的事了 现在的人都知道早餐很重要 不吃早餐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却忽视了 早餐吃什么也很重要 要是吃的东西选错了 一样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损害 一 你的早餐可能吃错了 豆椒油条 青粥小菜 这些我们常见的早餐 营养搭配其实并不合理 特别是对年龄较大 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来说 常吃这几种早餐 对健康可能很不利 赶紧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油条加豆浆 油条配豆浆可以说是传统中式早餐的代表了 其受欢迎程度在早餐中绝对位列前茅 但这个搭配存在三个问题 1.高油脂 油条的油脂含量通常在15%到40%左右 热量偏高 且使用后不易消化 2.营养茶 营养素经高温油炸后会被破坏 同时整个搭配缺乏维生素摄入 营养不均衡 3.伤大脑 损肝肾 淀粉类食物在油炸时会产生大量的病息显胺 这种物质具有神经毒性 可导致认知功能及记忆力减退 一些摊贩常会将油反复食用 亦产生反式脂肪酸 多环方筋类等有毒有害物质 对肝肾血管等都会造成损害 有些朋友虽然不吃油条 但经常吃葱油饼 糖油饼 春卷等食物 一样都是高温油炸食品 具有同样的健康隐患 青粥加咸菜 青粥小菜也是不少家庭 早晨餐桌上的常客 但青粥主要的营养就是 碳水化合物和水分非常单一 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 会导致体内胰岛素在短时间内大量分泌 增加肥胖风险 对于患反流性食管炎 消化性溃疡的病人来说 经常喝粥还会使胃酸分泌增多 令病情加重 而且不少人配粥的小菜 不是现炒的新鲜蔬菜 而是酱菜 豆腐乳 含颜量高 常吃可能诱发高血压 损害肾脏 增加骨质疏松风险 牛奶加鸡蛋 牛奶加鸡蛋 是不少人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健康早餐 这两样食物搭配在一起 高蛋白高钙质 怎么会不营养呢 但如果仔细想想 你就会发现 这种配合缺少了一种很重要的能量物质 碳水化合物 人体每日所需能量的30%左右 来自早餐 而早餐只吃鸡蛋喝牛奶 缺乏了碳水化合物 人近视没多久就会感到饥饿 不仅对肠胃不利 还会影响人的精力和注意力 工作和学习效率随之降低 饼干加饮料 很多上班族学生早上来不及吃早餐 习惯去便利店买点饼干 饮料凑合凑合 但饼干缺少优质蛋白 含盐含糖量通常又比较高 常吃亦造成营养不良或肥胖 而且早上很多人的身体都处在饥渴 甚至脱水状态 各种消化液分泌不足 这时吃干干的饼干不利于肠胃消化 即便搭配上饮料也不健康 蔬菜加水果 爱美女士和减肥人士 有不少会选择用水果蔬菜当早餐 看似健康 实则不仅达不到减肥目的 还会导致蛋白质等营养素缺乏 早餐长期不吃主食 还可能导致身体各种功能削弱哦 二 营养早餐有四药 这些常见的早餐居然都不合格 那一份营养早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具体来说有以下四药 一 要有80到100克两股类食物 股类富含碳水化合物 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 每天早上吃80到100克两股类食物 在提供能量的同时 还能补充B族维生素 矿物质及膳食纤维 是一顿营养早餐的基础 不过 白米白面等精良在加工过程中 营养会有所损失 建议将其中的三分之一 替换成燕麦 糙米 小米等全骨类食物 可帮助控制体重 并延缓餐后却糖上升 二 要有50到70克的肉 蛋 奶 豆类 鸡肉 牛肉 鸡蛋 鸩蛋 牛奶 奶酪 豆腐等 都是优质蛋白的不错来源 早餐补充优质蛋白 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 饿得快的缺点 延长人的饱腹感 而且 国人蛋白质摄入普遍不足 从早餐就增加优质蛋白 很有必要 三 要有50到100克的蔬菜 新鲜蔬果中富含维生素 膳食纤维 矿物质 特别是西红柿 南瓜 菠菜等深色蔬果 营养价值更高 早上适当吃一些 一方面能补充营养 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另一方面能增强饱腹感 控制体重 四 要有10克的坚果 一小把坚果 能使早餐营养升级 坚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及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两种物质 对心血管健康都很有益 国际流行病学期刊的 一项研究显示 每天吃10克坚果 心脏病发病风险 降低17% 癌症 糖尿病发病风险 分别降低21% 30% 不同年龄职业的人 对营养的需求有所不同 可以在满足私药的前提下 适当进行调整 三 不同人群吃早餐 讲究有不同 办公组 很多人常常一座一展天 而且还要一直对着电脑 不仅一胖一便秘 眼睛还很容易疲劳 早餐时可以选择杂粮粥 全麦面包等低脂 高纤维的食物 搭配上可促进消化的酸奶 以及蓝莓 番茄等护眼食材 学生 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 脑力消耗大 应适当增加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摄入 牛奶 鸡蛋 绝不能少 老年人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需要重点加强钙的补充 比如牛奶可以选择 低脂高钙奶 煮面 煮粥时可以加点虾皮 豆干 馅菜等 另外 老年人的肠胃功能通常较差 亦出现便秘问题 早餐最好做到少肉 低脂 易消化 减肥人士 减肥人群中 吃早餐时要减少碳水化合物 保证蛋白质 增加膳食纤维 这样才能尽量延长自身饱腹感 避免营养不良 看完之后 有人会忍不住抱怨 吃个早饭 怎么要注意那么多事 我每天这么忙 能做到早上吃东西就不错了 早餐要吃好 确实会有点麻烦 但须知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什么都不想付出 又想自己身体好 这和做白日梦 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